国小课后照顾班减轻家长负担 苗栗县议员李幻强总质询时表示 持续接获反应部分学校周三下午未开班 及双新家庭希望课后班时段能够延长 因此他提出增办儿童课后照顾服务人员值钱训练 善用社区资源来协力课后照顾提升量能 苗栗县议员李幻强总质询针对教育议题 检讨县内国小课后照顾班实施时段 我稍微统计一下我们头分地区的学校 那这个是现在状况 有些每天开办 有些只有1245 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只有开办1245 礼拜三呢 礼拜三呢 礼拜三家长不用上班吗 这个部分 那再过来是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声音 是希望我们可以再延后 可以再延后到6点 县内的课后班部分每周五天 部分周三暂停 另有双新家庭提出 希望课后时间延长 主要是在置办的部分 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个学校 他如果是置办 都是由我们校内的老师 这边来支援我们的一个孩子课照 那主要因为周三下午是很多的一个学校 都有安排我们的研习的这一个部分 包含我们部里面要求的108课纲的研习 我知道 甚至有些老师他可能会 他必须要去参与我们的研习课程 对对对 各校办理情况不一 因此时段有差异 李幻强提出善用社区人力协助 这些招呼者即便他不是学校老师 也是可以来当招呼者 他就要来上过我们的职权训练 职权训练180小时 对不对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加开场次 教育一题外 李幻强也判县府强化1999 县民热线统计供施证参考 民意统计能够有效的反应问题 李幻强也希望多方听取 以提升县政服务效率